伊朗的总统 斐泽斯基安 是一个比较特殊背景的人 他是在伊朗 声望非常高的外科医生 是很有名的心脏外科医生 他曾经担任过医科大学校长 有点像我们台大医学院院长 台大医院院长这种地位 那因为他有在这方面的 很特殊的社会声望 所以他在比较非政治性的角色 他当他出身是卫生部长 然后就接了这个议员的身份 然后接了副议长的身份 这一次来选总统 他大概是所有历代伊朗总统 最不具政治性格的人 所以他会比较单纯的 从角度上去一个考虑 注意到他并不是伊朗人 他不是伊朗的主要名字博士 他是亚塞拜兰人 他爸爸也是亚塞拜兰人 他的妈妈是库德族人 所以是一个很特殊的出身背景 那是在伊朗长大 不过很多伊朗的重要人士 都是亚塞拜兰人 包括现在的哈米尼 他也是亚塞拜兰人 在这种特殊的政治环境里面 要去对于西方 或者以色列采取比较妥协的政策 政治风险是非常的高 他如果说用以色列停火 是对什么停火 对哈马斯停火 然后来换取伊朗不打他 在政治上是不切实际 所以我同意赖教授说 这个消息是有问题的 怎么不划算 因为现在并没有所谓真正的战争 都是以色列单方面压着哈马斯打 这叫什么战争 并没有有来有往啊 比较像清香 比较像这个妥静 比较像剿匪 这不像是真正的战争啊 那伊朗现在的问题是 内部问题是比较严重一点 第一个 你上一次的 这个将军被人家砍了 你也没报复啊 你几个指挥官 而且是空军司令员 在叙利亚被炸死了 你也只是象征性的报酬 那现在是 虽然是这个 现在新总统不介意 可是你哈尼亚 就在你家被杀了 是人家派员到你家 虽然不要报复的很惨烈 因为毕竟不是你伊朗人 那可是这个气氛 你不能不处理 不处理表示说 以色列以后跑到你伊朗去杀人 这什么都没事了没 那你讲的时候 以色列会报酬 会轰炸什么伊朗的什么 基本设施啊等等的 那俄罗斯不是给你防空导弹了吗 已经带了S-400给你的吗 也给你很多的雷达了吗 那你要做一个国家 就要有防护的能力 同时也有攻击的能力 那你以前动不动 说你导弹很多 所以对哈米尼来讲是 现在是怎么回应 怎么攻击而已 而不是不攻击不回应 这个在目前的政治状况 是做不到的 看在眼里面其他航空公司 谁敢把飞机飞过去了 不只是伊朗的领空 不敢有其他命航机 包括在以色列都不会有 那现在处于这种紧张的 一种武力冲突 还没有到战争的程度 因为我们战争定义如果严格一点的话 这个不算战争 但是事实上是武力冲突 会马上就紧接着而来 但是会不会扩大 也不会扩大 为什么 因为以色列伊朗都没有实力扩大 旁边也没有人会响应 那就算是讨个公道 互相打个两拳 就整个都这样子 好来这个蔡委员 现在这个问题很麻烦 可是真的会要拖到这么久吗 要等到明年 一个科学任务 如果涉及到政治因素的考虑的话 就会有灾难 科学就是科学 不要跟政治搞在一起 我跟各位解释 为什么会特别强调政治因素 在这个国际太空站 总共是有六个码头 四个码头是俄罗斯的 两个码头是美国的 美国这两个码头 就是因为政治因素 一个给波音用 一个给马斯克用 现在这两个码头 都有太空船 在那边无法撤离 一个就是坏掉的 这个星线线 就是波音的 一个是SpaceX 在那边 刚送上四个人上去 要在今年下半年 把这四个人接回去 就没有 那个不能 那个太空舱里面不能说 我临时加个椅子 我就可以回来的 不行啊 所以要把这原来 这四个人接回来 对不起没办法 就是第八小组要回来 第九小组上去 好 那第一个小组用的 就不是波音的啦 那你再问个问题 为什么俄罗斯那四个码头 你不能用 因为结合的规格不同 所以暂时没办法用 可是如果今天没有政治问题 你拜登打个电话 哎呀普丁啊 你可不可以帮个忙啊 就上去了 有什么问题 不难耶 太空船里面是通的啊 只是码头不同而已 那现在普丁在忙着打仗 大概也没有发射火箭的 一个想法啦 他发射导弹有啊 火箭没有啦 这是 你就无法去做这个动作 这政治阻隔你 你是内部政治 必须一个给马斯克 一个给波音兼裁 这个问题嘛 然后你这个 俄罗斯有四个码头 你这个电话打不下来啊 当然还有一个 俄罗斯那个码头 中国可以 你为什么不打个电话 靳平凶 为什么啊 你整天制裁中国啊 你这个自己 中国党不后援都 不可能后援都脸皮拍你马屁 说你啊拜登啊 你不行 我主动来帮你忙 对不起 对不起 不就政治因素 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弄到最后 是你自己把自己卡死了 对 那你美国人自己技术差 马斯克技术还可以啦 现在证实波音了 不只是飞机的舱门会掉 连这个火箭都会有问题 那这么问题很大吗 不大为什么 一个氦气泄漏 焊接有问题 对 一个推进器 老是会失灵 是 你美国不是告诉我们 你战斗机最强吗 那什么火箭引擎推进器 动不动就故障 那这波音有问题啊 到时候不要说你那个什么零件是跟中国买的 不然不要来这一套 所以你美国的零件自己有问题嘛 那你波音有问题嘛 马斯克没有问题 为什么你波音有问题 这个而且你又 你明明知道有问题还要说 这个给波音 那个给马斯克 你只有两个码头而已嘛 就在内部政治的预算分配 这边给新潮流的 那一边给这个 中国会 不是安排的吗 这搞的搞出问题来了 那四个 现在俄罗斯四个码头是空的 长征火箭也可以上去 俄罗斯 俄罗斯现在没时间发火箭 然后就没空 所以政治把自己的科学任务给卡死了 不就你美国演的把戏办事 要怪谁啊 TELUS如果正式跑出来支持贺锦利 我也不意外 因为他本来是民主党的铁粉 他民主党的铁杆的支持者 但是在摇摆桌会有多大的功用 我是怀疑的 因为摇摆桌相对比较保守 刚好这几个桌相对都比较保守 对于一些特立独行 惊世骇俗的 通常没有特别的买单 所以他只会摇摆桌 摆来摆去 那TELUS的本来是中规中局 他如果是太过积极的去支持贺锦利 未必对贺锦利是好的 未必 因为这很难拿捏 你要去估算一下说 在摇摆桌里面 支持TELUS的人 有多少会因为他而去转头 改过来去支持贺锦利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值得考虑的 但是通常有知名的 眼隔心来支持 有种比没有好 因为不管怎么样 TELUS绝对是比贺锦利亮丽 比贺锦利吸引人 这是一个现实问题 有时候民主政治 因为是每个人一票 这个候选人本身 有没有一种特殊的魅力 跟明星相很重要 像以前马云九就露个大腿 哇 妇女票都这样整个都跑来 这事实啊 对啊 这短裤跑步啊 对 胸肌啊 胸肌啊 对有啊 这个 所以你看看美国以前选总统的人 都有一些特殊的 克林顿帅极了 欧巴马超会讲话的 那个妇女选票那时候 对啊 连她以前的女友爆料她的事啊 妇女票都说 我男朋友都没这么好 就投给她啊 对不对 这个 这没办法 因为民主政治就是不太讲求 完全讲求能力等等 当然欧巴马跟克林顿能力也很强 那这种大书型的候选人 在美国历史上 就扮演一种智慧 谁啊 最有名 这小螺丝福啊 他就是一种大书型的候选人 但是 他的卢边谈话 他的学术水平 超高的 那美国人就会崇拜这种 有学术水平 这种精英气质的人 一些强者嘛 知道现在都不是 不过那个谁啊 那个Timoth Walls 是该被打屁股了 因为他接 他本来是士官长 然后他打退伍 所以他们从北的地方 调个士官长来接他 那个人现在跑出来爆料 就说你那什么退伍 你是不想去打仗 这个问题就严重了 当然他可以到了退伍的阶段 你当了二十几年可以 可是你这个时候去签退伍 临时找一个人来顶替你 他重新带这个人 他当然会有一定的困难度嘛 那他现在跑出来 做真人举证 你是逃兵 我老听你啊 美国最怕是被职业军人 被人家指控逃兵 我觉得现在讲这个 兴奋剂的问题 在奥运已经快结束的状况底下 没有太大的实意 虽然是大陆体育总局的 总局长这样讲 是一个接诸这个很高尚 很好的一个原则 这是没有错 也是给美国人提醒 但是美国人会听进去吗 我不晓得大家看 我是觉得美国人不会听进去 他会照常玩他的音的手段 所以我比较关心的是 下一届2028就在美国的洛杉矶举行 我们就要对我们中国的运动员 可能遭到霸凌 用药物来霸凌这件事情 提出最高的警觉 如何保护我们的运动员 这第一个要考虑的 你去跟他争对原则不原则 他倒是给你耍皮条 所以要保护我们的 不管是可能被栽赃 比如说这两天不是说 中国运动员的这个 有东西好像被搜索过吗 会搜索就可能跟你栽赃啊 那蔡委员打个岔 那您看像全红柴 这么优秀的选手 他这个人家英国的选手 递零食给他 他可能不敢吃 当然不能吃 教练马上出来主动吃下去 化解尴尬 但这不也是一种对选手的保护吗 英国也许还可以算是比较 因为他不会得奖嘛 他不会竞争嘛 他可能帮美国人干快事 有可能 但是我们就假设 美国人要干他自己来干 而且现在是到美国去比赛 所以我才建议说 我们不要去住在选手村 在美国不要 中国待然反正自己包一个地方 给我们自己选手住 然后谁有可能被吓东西 那我们反正娃哈哈 叫娃娃娃娃娃倦艾点 我们送娃娃娃娃過去 那要检验的用药的时候 要一视公平 有一论了这个working师好不公平 就准备好律师 递状到联邦法官 告他 这样可以使得 挖打也好 奥会的人 保持一个公平的状态 不会在某些人施压底下 特别对中国的运动人 形成干扰的作用 甚至于倒过来 如果他们有人检查 次数不到平均的 你就正式要求要检查 而且在美国文化有个特色 只要你敢把东西 送到法院去 媒体就会大幅报导 因为这些美国的律师 都喜欢做生意 所以他会大肆宣传 美国就是有这种 正面跟负面的文化 那不排除就是说 可能到时候还要想办法 干脆就派武警 去保护我们自己的选手 那个地方很难搞的 美国现在治安也很乱 那你说这些 美国一些乱七八糟的人 搞什么花样 那你真的想都无法去想到 那么坏的点子都会出来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